对 有了吗 有了 没问题的 好好好 那今天我这边的进度是翻译了四个release notes 把之前缺的补器 那上次的黑客搜我们做了89 那89是一个非常大的版本 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更新 所以上次的黑客搜我们是整天就做了89 那这次把先前缺的88 88.0.1 89.1.1跟89.2 补完了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帮我点音去 帮忙就到MOSW点音去看看有没有错误 好 那顺便宣传一下89 BiFast现在目前的就是当前的这个版本89 那有整个视觉上有非常大的变化 那大家可以就是试试看 虽然就是有些人觉得很喜欢 有些人觉得有些地方没有那么满意 但是就是可以试试看就是一个新的视觉风格 对那很有趣的是就是当FyFast把 把那个分页的图案分页的形状变成了一颗按钮 那为什么要变成 为什么要把它就是从分页一个页改成一个按钮呢 是过去过去其实就是跟Safari一样就是一个页嘛 那为什么要改成按钮呢 其实就是因为跟Chrome一样是个页 那他们的理由是说就是如果是一颗按钮就可以提示你说 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拖拉 然后可以拉出来的 可以拖成另外一个独立的视窗的 对那虽然这个说法没有说服就是所有的人 但是我们立刻在WDC就发现Safari接下来也要变成这个风格了 对那浏览器的历史就是各个浏览器互相学习来学习去 而且Safari还加了FyFast拿掉的就是网址列内的动作选单 然后还加了FyFast先前从内建功能改成套件的分页群组 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参考一下Safari的新发展 好那就这样子 感谢观看